梵蒂冈电台询 教宗方济各 5月10日上午 在圣伯德陆广场 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教宗在要理讲授中 继续论述基督徒的希望 表明圣母玛利亚 是我们希望的母亲 教宗说 这是因为圣母教导我们 期待的美德 即使一切似乎都丧失的意义 也要期待 圣母玛利亚 始终信赖天主的好基 即使天主因世界的罪过 似乎失去了光芒 她是希望的母亲 在困难时刻 愿圣母玛利亚 以苏赐给我们众人的母亲 常扶住我们的步伐 常对我们的心灵说 起来吧 向前看 要展望前程 圣母玛利亚的 第一个应允 成了她在服从的漫长道路上 走出的第一步 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 在那经常与我们作对的命运面前 不沮丧也不抨击 同时她也是一个懂得聆听的女人 教宗解释道 你们切莫忘记 在希望与聆听之间 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关系 圣母玛利亚是一位懂得聆听的女人 接纳原原本本赐予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幸福的日子 还是我们绝不愿意遇到的悲剧 圣母玛利亚 甚至在那极致的夜晚 在她的圣子 被钉在十字架上时 也依然如此 对